好 联系立法院最新消息 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 她日前是暗指说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是同事这样的一个说法 结果今天在立法院发笑 包括绿营立委就说 这样的一个讲法其实是有点低俗的 好 整个状况我们联系给记者林玉桥 好 主观众呢 虽然是稍待一会儿这个奢侈税法呢 在立法院准备来进行表决要过关 不过呢 其实在今天立法院 最夯的一个话题 就是这个蔡英文的性向问题 民进党前处于施明德在这个 在这个昨天呢 在跟许信良会谈的时候呢 是表示哦 那建议蔡英文应该公布她自己的性向 如果是这个同志的话 就应该来出柜 那但是这个施明德这样一番说法呢 这马上在立法院引起相当大的一个讨论呢 而且呢非常多的立委都对这样的说法 表达不以为来 我们听听看这个包括民进党 国民党立委的一个最新说法 我们非常遗憾啦 就是说施明德这么样受过去 受到我们尊重的人 会提出这么样低俗的一个问题 一个政治人物或一个普通人也好 他们的性向应该是他们自己的自由 也是他们自己的隐私啦 倒是不用公开出来 不过我们的看法是 如果有人这样子随意讲蔡英文的话 或许是帮了她也说不定了 所以操作这些论述的政治人物 应该要相当的谨慎才对 我们可以听到呢 包括蓝力议委都对这个施明德这样的一个言论 其实非常的一个不以为然 他们认为其实施明德这样的言法 很有可能其实都是一些歧视女性的一个说法 因此呢很多人建议施明德其实应该要说回这样的话 不过也有国民党这边来认为 其实施明德这番话 似乎也有暗住蔡英文的意味 那到底是如何目前的 在立法院的最新情况是这样 稍待一会 如果最新情况将随时温宁插播 先把镜头交往给彭内主播